大家好 这期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MIA Explorer Simple 当前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呢 它是用来控制我们整个画面的颜色的一个节点 我们可以通过它呢 来调整我们画面当中过量 或者是那一些颜色比较突出的一些 像这样的地方呢 我们都可以用当前这个节点来进行调节 好了我们看一下 当前的我要调整的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场景 看一下 好了 现在呢我来教大家应用我们当前这个节点 这个场景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场景 我应用的是咱们当前的这个工业材质 工业材质来进行这个渲染的 然后呢我打开了我们当前的这个Final Guider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勾选了当前这个Final Guider 像这样 比较简单的一个场景 好了 接下来呢我要来添加当前的这个节点 Explorer Simple 当前这个节点 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个摄像机 如果你当前的想应用我们这个 透视图这个摄像机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 Select Camera 或者是呢我们可以直接在这 选择我们这个摄像机 然后呢我们在 当前的这个位置看一下 Land Shader 在这呢我们当前添加这个节点 添加我们当前的这个 Simple这个节点 点击 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它下面一些数值啊 好了 首先呢咱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数值 当前第一个数值呢 它是控制我们整体画面亮度的一个数值 我们可以通过它呢来调整我们的亮度 如果你现在想把当前这个亮度呢 调整一下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设成一个值 比如说咱们现在给它设成一个 一 保存当前这一张 我们渲染一下 看一下整个画面呢 出现一个什么状态 看一下 它就变得非常亮了 看一下 这个画面已经非常亮了 已经没有办法看了 好了咱们先把这个 先删一下 我现在给调一个 0.1 0.1 默认它给的是一个零啊 默认给的是一个零 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它这个效果啊 已经能看到这个效果了 整体怎么的变得有点这种灰蒙蒙的感觉 因为整体提亮了嘛 是吧 提亮了就变成一个大概这样的颜色 默认值呢 它给的是一个零 这个值呢就是控制我们整体画面的一个亮度 一般的我们这个值也可以给它设成一个负值 如果设成负值的话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变得怎么的 很暗是吧 看一下 像这样的一个对比 这样的一个对比 好了 然后呢 咱们再将它呢设为一个负值 负的 点 零 二 看一下 看一下 当前这个感觉 好了 我们看一下 当前画面做了一个像这种亮度的一个调整 我们可以看一下 亮度的调整 一般的我们设成当前的这个值呢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数值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当前下面这个数值 当前这个数值呢 它是用来控制我们当前这个亮度的一个数量 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把这个我们画面当中过亮的位置呢 给你做的稍微暗一些 现在呢 我把当前这个数值呢 咱们归零 看一下 然后呢 咱们现在用它呢 来调节一下 默认值呢 它给的是一个 给的是一个1 给的是一个1 咱们现在呢 先来渲染一张 看一下 先来渲染一张 我们只要加完这个节点啊 刚才我忘 我忘说了一句 我们只要添加这个节点 看一下 当前咱们是用这个默认数值 对吧 我没有对它做这个调整 只要你添加这个数值之后呢 咱们这个画面整体怎么的 就会变得有一些偏量 就会变得偏量啊 而不是说咱们这个画面呢 经过数值调整之后 它就变亮了 而是说 它当前默认的这个情况下 就是我现在渲染的这个效果 一会呢 我会在这个基础上呢 给大家做调节 不要和我们之前 没有添加几点这个数值呢 来进行调整 看一下 这个是没有添加这个数值的 看一下 好了 这个呢 是咱们当前默认的一个数值 现在呢 我把当前这个数值呢 改成一个0.5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会把我们画面当中 超过0.5的位置呢 都给你做一个削弱 看一下 这回画面呢 就会变得很暗 之前那些 比较亮的位置 比较亮的位置呢 它都会变得很暗 都会变得很暗 一般呢 咱们在应用这种 这个数值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用这种 比较强光的这样的图片 而不会用我这种 比较柔和的 所以说呢 咱们同学还可以把这个 在如果在应用 当前这个案例的时候呢 可以把当前这个场景内的灯光啊 稍微做的这个光线啊 再强一些 再强一些 这样的话 咱们可能看的会更明显一些 好了 咱们看一下 现在咱们同学明显 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看一下 之前这个位置是曝光很强的是吧 曝光很强的 但是看一下 通过刚才这个 数值的一个调整 咱们看一下 它这个颜色变得怎么的 变得有些暗了 有些暗了 也就说明了 它把我们超过0.5的这个亮度 都给你做了一个 整体的一个削弱 这个呢 是咱们当前这个数值的一个作用 一个作用 它就会控制我们场景内 整体的一个亮度 它是控制整体的 是控制整体的 而不是控制一个局部的 不是控制局部的 好了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当前的这个数值 当前的这个数值呢 它是在我们这个 呃 这个 当前这个数值的基础上呢 做一个二次的一个提量 也就是说呢 它会在这个基础上呢 来做一个继续的加量 也就是说 如果我把这个数值 设置再高一些的话 怎么的 整体的亮度呢 会 再亮一度 对吧 再亮度 它是对一个局部啊 它是对局部调整的 而不是对整体调整的 我们 我们同学一定要 就是清楚这一点 现在我把这个数值 设成一个 一吧 保存当前这一张 我们再来 渲染 看一下这个效果 它会做一个这种 二次提量 看一下 比如说像当前这样的位置 看一下这种小高光点呢 它会很明显 会很明显 看一下 而它不会说 把我们这个画面的这个 这个背景啊 地面啊 和它的一些暗部啊 像这样的位置呢 它给你做些处理 这样的话 它是不会的 它一般的只会处理 我们当前亮部 看一下亮部区域啊 处理亮部区域呢 会更明显一些 不是太明显 好了 咱们可以看这个位置 对吧 看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咱们能看到 它这个有一些变化 如果你把这个数值 调得再高一些 把它设置再低一些的话 这样的话呢 咱们看起来 可能就会更明显一些 因为咱们当前 这个亮度啊 比较平均化 看一下 咱们明显能看到 在调整完这个数值之后呢 咱们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看一下 怎么的 就感觉更艳了一些 是吧 也就颜色更暖了 更就更有这种黄色的感觉了 是吧 也就是做一个二次提亮 咱们同学可以记一下 这个呢 是做一个二次提亮的效果 然后咱们再往下看 当前的这个数值 当前的这个数值呢 它是做一个去掉 去掉较高的数值 这样的一个 一个功能吧 一个功能 它会把我们场景之内 一些呃 这个较高的 颜色较高的 亮度较高的 像这样的 那个数值呢 它会给你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削弱 做一个这样的削弱 一般的默认情况下 咱们一般给的控制到 二就可以了 咱们一般呢 不会去调整这个数值 但是为了演示啊 咱们同学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调整一个一 咱们可以 看一下它这个效果 是否会做 这样的一个去掉 如果不明显的话 咱们还可以把这个数值呢 继续往下降 一般去完这个色之后呢 我们整体的这个画面 就会做那种 灰色调的一个处理 灰色调的一个处理 看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有这个效果 如果没有效果 咱们把这个数值再降一降 好了 看一下 能看到一点变化是吧 咱们能看到一点 再把它降点 比如降成一个0.1 好了 咱们再看一下 渲染完成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当前效果 还不是很明显啊 看一下 还不是很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现在整体这个画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没有过量的区域 看一下 没有过量区域 如果你想把当前这个数值的效果呢 适用出来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数值都还原 然后呢 把我们整体的这个场景的亮度呢 调的过高 在场景之内有这种很强曝光的感觉 这样的话 咱们当天这个数值呢 它会起到一个作用 咱们能看出这个效果的 这个数值呢 就是控制我们场景内过量 过量的位置 它可以给它做一个削弱 做一个削弱 或者是去色的感觉 这个呢 是咱们当天这个数值 一般的咱们给的设成一个2 就不需要调整了 好了 然后咱们再看下最后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呢 它是做对这个颜色 做一个整体调整的一个数值 整体调整数值 一般的咱们也会 呃 就设为这个2.2 不会为他做一个设置 不会为他做一个设置 或者咱们也可以给他设成一个1.8 这个呢 都是一个呃 常规的数值 不要给他设其他的数值 如果你是的话 咱们这个画面整体颜色呢 会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以说咱们这个数值呢 不需要呃 调整 只要默认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呢 就是咱们当前的这个simple 当前simple这个节点 的一个讲解 好了 这几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